七星環境綠化基金會 七星環境綠化基金會是屬於一個公益性質的一個財產法人 我們主要的工作其實就是推動環境綠美化 包括都市的環境綠美化 還有一些像相關的其他涉及綠化工作的一些 旁邊的直直結結的一些工作 我們都會涉及到 做樹木修剪可能早期很多概念都是 樹長大了我們就把它截短 把它縮小 把它長的枝條 我認為不對的枝條就直接把它剪除掉 對 其實這樣的一個狀態 有點違背樹它的一個基本的一個生理習性 樹的形態其實我們不會去改變它 不要說修剪完了以後一棵樹看起來不像樹 我們會盡量讓它就是維持它原來應該有的一個樹的形態 我們大概會針對它的樹罐做一些樹剪 就是說很多枝條我們把一部分的枝條抽離 但是在整個樹形上面我們盡量維持它應該有的一個完整外觀 那這樣子的話就是說當外界有風過來的時候 枝條變少了風它可以穿透樹罐 對樹不會造成太大的一個推力壓力 那這樣的話這個樹就可以比較安穩的不會受到什麼傷害 復興山路那一棵其實它是很早就被列管的老樹 它旁邊有一棵石頭上面記載它的壽命大概已經超過200年 那那個地方它的那個廟頂廣場就剛好做一個圓環 這棵樹就種在中間 那因為它旁邊是車子公車在那邊迴轉的一個車道 那去年再去看的時候就發現說其實那棵樹好像感覺上 有一點點在衰落當中 因為我們把那個它根部生長的表面全部都用那個AC給它鋪設起來 所以它水沒有辦法進去空氣沒有辦法進出 所以我那時候我當下是比較建議說 是不是可以在周邊把那個鋪面把它做破除 然後讓它變成水跟空氣可以穿透這樣 那我們就開了六個洞 把AC切開以後然後我們回填一些集配 那另外就是上面我們再用紙草磚把它蓋起來 那紙草磚的那個孔隙我們再用碎石 所以用這樣的一種方法 然後把這六個洞把它打開 這樣的一個做法 就是短時間內其實我們看不出來 但是我們可以比較長時間的來觀察 如果說起效用的話 它的地理的根系開始它又恢復了活力 其實慢慢的它職業應該我們的預期 是還會再成長起來 還是要有專業的人去做這些事 必須要堅持要掌握 同樣一把刀子 同樣一個煉鋸 鋸下去它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 但是我們今天是在做這些事 然後我們再用一個討論 我們就也會對我們 放鬆一段時間